朋友們有傳說隊的實況主 第一指定金剛平台 贊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悠哥 這一場是非常飆悍的神秘女超人 我相信大家都對女超人非常的熟悉 但是不熟悉的也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久了你自然而然就熟悉啦 那首先我們先進行鑽石5秒鐘 因為我們很多老觀眾都非常期待這5秒鐘 麻煩你們在這5秒鐘呢 幫我在影片下方好好鼓勵我們一下 因為做影片其實也是非常的辛苦的 感謝你們大家 好的我們結束了5秒鐘 馬上我們就跟對線的對手進行一個PK 那女超人在PK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的是她的一技能 盡量的是她的第二段可以攻擊 要打得到對方 才可以獲得減傷的效果 那在這減傷的效果呢 可以讓我們女超人 有很大很大的優勢 雖然美娜在這邊 但是我們隊友也下來支援我啦 所以我就直接奮力擊 直接跟對方做一個會戰的動作 那這邊 哇 對方傷害非常的痛 我交出了瞬移 隊友在幫我做一個治癒 那這邊我們並沒有帶走對方任何一人 那現在的比數還是0比0 那我們現在血量呢 可以看到是偏低的狀況 而對方血量是比我們多的 那在女超人在跟對方PK的時候 注意一點就是 對方只要她的一技能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進攻的時機啦 這邊直接用二技能把對方勾過來 那如果沒勾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撤退 因為 對方有多少埋伏在這邊 我們不知道 如果勾到人的話 我們絕對是有優勢的 女超人強勢的點 就在於她的一技能 一技能只要盾擊到對方之後 都會獲得減傷的效果 二技能對方只要血量 高於50%的話 我們只要勾中 是我們會飛過去的喔 所以 這時候二技能我們就可以利用 像逃脫的時候看到野怪 或者是冰線 我們就可以往那邊勾 他是可以勾自己隊友的 那如果對方血量 只要低於50%以下的話 對方是會被 就是被我們勾過來的 所以血量50%真的是一個關鍵的致命要點啊 接著就是他的大招 他的大招就是往前蓄力一個衝擊波 那在衝擊波的後方 如果有佔了我們隊友的話 他們會獲得一個大量的護盾 然後自己也會獲得一個非常強大的護盾喔 那在另外一題 女超人一技能是可以穿牆的 但是這個牆必須要非常非常的薄 像這本我們現在地圖上這麼厚的牆 是絕對穿不過去的 但是我們薄薄的牆 應該是很少啦 可是還是可以勉強穿的過去 這一點就是讓大家做一個練習 你們可以玩久了女超人之後 就可以判斷說什麼牆你穿的過去 那什麼牆你是穿不過去的喔 接著我這場帶的技能是 瞬移 有時候對方可能血量高於50% 我說過他二技能只要勾中對方 我們是會被拉過去的 所以有時候總會有不小心的時候 我們就會利用瞬移做一個逃脫 再加上女超人他的位移其實非常的短 所以瞬移我覺得女超人再適合不過了 也有人會帶制裁啦 就是走一個雙殺的路線 但是這雙殺呢 前期是會偏弱的 可是農經濟的狀況是非常的理想的喔 就要撐過 想辦法度過這個前期 那我們一開始還是以推兵線為主 我教導了非常多次 兵線一定要優先推過去 這樣的會戰我們打了才有意義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兵線推了過去 再去打這個會戰的話 假設我們今天會戰輸了 對方也沒有 兵線可以一起來推我們的防禦塔 如果今天會戰贏了 我們剛好順勢我們跟他推的兵線 一起去拆掉對方的防禦塔 這邊是一個小碰撞 跟隊友配合上面 還算是非常不錯 我這場帶了10個金身 10個庇佑 10個英勇 有些人也可以帶 可能帶5個精靈啦 因為提升一下自己的跑速 這邊隊友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個推 哇薩尼 非常的溜 那我們這邊進行 做一個推防禦塔的動作 那女超人是不需要 藍量的 也就是說 技能一到 冷卻時間一到 就可以馬上做一個使用技能 所以你在兌線的時候 技能 可以不用神 但是呢 一定要 清楚說對方的位置在哪裡 不要說你今天使用完技能之後 對方趁你沒有 就 技能還在冷卻的時候 進行 一波可能Gank 甚至Poke之類的 這一點你們就要多小心囉 那如果你沒有神力女超人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金剛在2月份 每天都會抽人送 我們一些角色啊 甚至造型 就是可能會送 490的點券 你們可以去下載看看 那如果關於活動詳情的話 還是要依照 我們金剛的粉專啊 或者是他們的官網 會有一貼一些活動說明 你們可以去關注一下喔 不知道你們在過年期間 有沒有上過電影院 去看一些 電影啊 來放鬆一下 自己呢 還是說 宅在家裡面 自己做一個觀賞 那我個人在昨天呢 有去看角頭2啊 甚至黑豹也看了 個人覺得這兩部 都非常的不錯 那我覺得 可能是 我比較支持國片啦 我覺得 這個角頭2 非常的好看 不知道你們比較喜歡 哪一部電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做一個分享喔 這邊呢 是一個小碰撞 那女超人的優勢就是 她非常的坦 而且女超人 只要搭配了我 這一套 坦裝 我個人覺得 她的輸出 就非常的暴力了 那我最後一件會搭配 天叢雲 那天叢雲主要還是 就是 增加一點 自己的輸出 不要說女超人 可能前面都是 5件坦裝了 那我希望呢 是第6件可以 用一點輸出裝備 炸雲可以選擇是 復活戰甲 也是OK的 這邊利用一個牆壁 做一個位移 那主要還是 讓我們 我們的隊友進行一個PK 那我則是用 殘血的一個誘惑 就是讓他們想要嘗試 對我們做 一波的打擊 這邊幫隊友 開一個大招 可是我狀態 不是很好喔 我就直接拉掉了 過零期間 真的是 哪裡都是人啊 昨天我搭了高鐵 那高鐵要買票的時候 人都是 大排長龍 當然也只剩下 自由做可以做 但是呢 這 整節車項都是 佔滿滿的 那我比較幸運的是 我比較Lucky 有位置可以坐 真的是覺得 非常的開心 這邊 做一個回補 再來到 我們的野區 看一下 如果隊友呢 一直 因為有把我們野區清掉 你其實是可以把 我們野區 做一個清空 尤其BUFF的部分 只要我們拿下來 對我們整個團隊 其實都是有優勢的 不要想說 這個野區 就是留給打野了 像我們現在的 納克羅斯在上路 做一個小碰撞 那我們就可以 把野區 做一個清空 因為現在我們 一直卡在一個點 就是 我們一直攻不進去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當我們攻不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辦法 入對方野區 那把這個經濟呢 拉到一定的差距 那我們就可以用 經濟去打壓對方 這樣對方說 就算我們打不進去 可是對方的經濟成長 絕對是會比我們低的 所以我們只要把 經濟自己先顧好 那打進去 總有事 一定會有一天的事情 我們不要說在於 中後期的時候 做一個膨脹 那這時候我們薩尼 一直發了一個 進攻的符號 但是這個美娜 實在是 太會勾了 直接把我跟薩尼 直接勾了過去 那我則是開一個大招 要瞬間往後面拉掉 那這時候納克羅斯 直接衝了過去 我想說 我們這邊殘血 可是 我就是要跟他們拚 那這部會戰 對方守得非常漂亮 尤其那個美娜 真的是一個 大工程 再加上對方呢 其實經濟上面 也沒有輸很多 而且他們的一些 處理細節方式 都應對的非常的好 這邊是了兩個 九尾狐狸的一個PK 到底誰勝誰輸 應該是 誰也殺不死誰啦 過年這幾天 我也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玩傳說對決 因為 天氣那麼好 當然就是要出去走走 逛逛看看啦 這邊又復活啦 馬上 再戰 我們女超人呢 我覺得她的一個特點 非常好 她本身的技能組 就佩戴一個 範圍式的暈眩 那她又可以 就是範圍式的去保隊友 就是 我剛剛說的大招 前面敵人會受到一個 範圍式的衝擊 會造成暈眩 那你在屁股後方呢 則會獲得強大的護盾 這個女超人在於進攻跟寶牌都做到了 甚至連控場都有 那她一技能呢 有這個減傷 個人是覺得不錯 又有位移 二技能則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位移 對方只要血量低50%以下 就可以把對方勾過來 所以我覺得女超人其實是一個 非常萬能的角色 她技能組其實很OP的 那非常美中不足的就是她位移非常的短 所以我會搭配了瞬移來彌補她這個缺點 那我剛剛是去分推了沒有跟到隊友的一波會戰 那對方呢 哇真的打回來了 他們真的是 在會戰跟處理方式 細節都非常的漂亮 這邊嘗試來透一下藍buff 有沒有機會呢 先把藍5勾過來 再用一技能一個普攻 成功搶當的智慧全員 這邊可能要進行一個拉調 這次我們隊友來支援我啦 我想說是不是可以嘗試來打一波 因為我們現在非常的肥 剛剛我們被追擊了 我們做一個反打 那女超人角出她的瞬移來躲掉了 那這隻久爾如梨呢 她的位移非常的多招 我們就放生她吧 這邊可能要回程補一下 我們的狀況啦 狀態現在呢 非常的不好 如果剛剛 等一下真的打起來的話 我們會 處於一個逆風的狀況 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按了回程 那現在呢 我們一直攻不進去 可能啊 可能要 試一下凱撒 或者是說 抓對方的失誤 因為現在對方就是 處於一個龜塔 龜塔真的很強喔 不要小看 因為他們的莉莉安 清兵線的速度非常快 然後他們美娜 還有可以把人家勾進去塔下 然後讓我們一直被塔攻擊 之類的 我們就處於一個 劣勢的狀況 看到我們納克羅斯的造型 我就想到 納克羅斯有一個 合金進化造型 我個人是 只有把他 進化到 三級啦 因為比較有 比較有這個 金錢的話 你可以把 納克羅斯的造型 弄到 覺醒到 四級 這邊一波 小碰撞 可能要拉掉 先把美娜勾過來 那這個美娜呢 也是 相當的坦克啊 哇 這波會在 我們又形成 一個 55波 可是 我們還是有賺 因為我們剛剛是屬於一個 4打5的 狀況喔 這邊被塔打了 快撤退 那我們現在可能要去下路推一個兵線 做一個 分推 那我們納克羅斯 跟他則是在上路做一個 分推 那我們這一波 就是賺啦 絕對不要有一個觀念就是 隊友怎麼一直都不來會戰 因為像我們剛剛納克羅斯 有個點就做得非常漂亮 就是他剛剛去分推 那我們在會戰 如果有稍微打贏的話 他就可以順勢的 他剛剛推的兵線 去推掉對方的防禦塔 讓我們拿到很大的優勢 那隊友剛剛標記了一下 凱撒 因為我現在狀態不好 所以我就有回城 直接在上 那我在回城的過程中 對方也已經復活了 那如果隊友 決意要吃的話 我們還是會跟他拚一波 可是吃的話 會有一點點危險啦 可是現在 就以現在來看喔 對方有兩隻 在上路清兵線 那現在開凱撒的話 對方 頂多三個人 對方美娜有發現到我們 我們就馬上用速度 吃掉凱撒 這邊想要勾對方 勾不到 我們現在擁有了凱撒之力 就要做事情 那現在會戰呢 不能太衝動 因為我們現在 就算會戰打贏了 我們也沒有兵線 所以我們絕對要先優先推兵線 所以我就去 下路分帶來兵線 那現在這個情節呢 我們現在絕對不能 少掉任何一個人 因為我們只要少掉 4打5 就算我們有凱撒之力 對方還是非常的強勢 那我們納克羅斯 應該是要去 分推上路的兵線 那現在中路兵線已經進去了 可是對方在 輕兵線的速度 的這個上面呢 非常的強勢 非常的高 對方瞬間殘血 應該是我們莉莉安的 輸出非常強大 那納克羅斯呢 終於要把兵線帶過來了 那這時候我發現到 下路的兵線 快要進塔 那對方是優先去守上路的兵線 那我們先帶一下下路兵線 可能要直接進去啦 那我們納克羅斯優先衝了進去 接的是我們薩尼 我們就好不猶豫直接衝了過去 那防禦塔呢是瞬間拆掉了 非常nice 這邊追著對方 這邊已經有大招了 是一個空打 現在已經打到主堡底下 有沒有機會可以把它拆掉呢 我們先拉出去喔 我們剛剛被主堡給打了 那現在兵線 快要進來了 已經進來了 馬上點掉主堡 贏得這場勝利 那這場呢 就是非常飆悍的女超人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麼認為呢 那這場的解說 就到這邊結束囉 不要忘記給我們一個大大的鼓勵 我是優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金剛直播平台是傳說對決實況主第一指定的直播平台 同時也是LMS賽事指定的直播平台 重磅上線啦 影片結束囉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的話 可以選擇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可以收到我影片更新的第一手消息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 掰掰